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有一座古都或将强势而起 这就是河南的第二大城市 洛阳 洛阳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 曾经有无数的称号 其中最响亮的就是神兜了 与上海魔都的名头对立 但洛阳却是我国四大古都中发展的最差的 原因没有其他的 主要还洛阳的地位太低了 虽然是河南的第二大城市 但相比国首都和梁省省会 洛阳就会显得十分的渺小 而这也渐渐的反映到了经济上面 与北京相差巨大就不用多说了 与经济第三行案也是相差的超过3000亿 而这对于经济没破万亿的城市来说 3000亿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 毕竟是3000个小目标 但入境洛阳却迎来了新的机会 如今跟随国家大力战中西 不城市的时候 而洛阳就是其中的一大重点城市 给了洛阳不少的支持 而且洛阳自身也十分的努力 发展十大性的产业 如在机器人 大数据 创新性制造业等等 而其中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而且随着近年来 中国旅游业越来越火热 也给这座古都带来了更多的人流和机会 还有就是如今的河南里南发展成为中国的新枢纽 除了郑州之外 洛阳的枢纽显然也发展得不错 而就是拥有了这些优势 我想洛阳就有了爆发的机会 我想只要洛阳未来能继续坚持发展 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是十分有希望的 期待看到未来洛阳只起的一天 祝福洛阳 我现在就会来查过 我希望不存在 会议默契